忙很久的涉外部門的首長就出來解釋 沒有啊 我們有派車接他 那我們載他回國賓飯店 他說他不再用車 他不出門啊 我們怎麼會料到 所以安倍金山的監紀 才被某些人知道 原來你還來耍這一手啊 安倍金山 其實我們這幾年亞洲非常不平靜 跟他是有很大的關係 很多人都認為說 人死為大 你就不要再去講這些 我覺得沒有 每個政治人物 從你從政 你影響人太多了 到你死亡 那 蓋棺 論定 即使沒有蓋棺 我們也可以來做評論 何況他的所作所為 大家必須來檢視 簡單講 安倍金山在當首相的時候 他其實是比較正常的人 但是他內心 其實是在支持台獨 他跟美國 唱和來支持台灣的台獨 可是他不彰顯 他第一任的首相 卸任以後 他到台灣來訪問 我記得是應該2010年 那時候來的時候 那時候台灣領導人是馬航九 馬航九想說他首相卸任 是重量級派系的領袖 自民黨 所以就請他吃飯了 吃晚餐 吃完晚餐以後 他又去 另外一個在台語 在我們台灣叫做帥湯 就細著去吃下一攤 這一攤在哪裡呢 在台北市的一江街 那跟他吃飯的是民進黨的所有的重要人士 那包括吳乃仁 包括民進黨很多立法部門的民進代表 然後大家在那邊吃吃喝 他就跟日本人交心 但是因為他是首相卸任來台灣訪問 台灣的涉外部門對他還是非常理義 派車給他 車上有日文跟普通話的這個翻譯 然後呢 也有司機嘛 那就是等於說有秘書有司機 供你拆遣 那當然是涉外部門派出來的 那涉外部門 載他跟馬航九吃完飯 載他去一江街 然後他跟民進黨這些藥角在那裡吃喝喝喝喝喝喝酒 然後吃完以後 他就說他要回去了 那馬航九首派的這個涉外部門的這些人 就把他載回台北市中山北路的國賓飯店 載了以後 那這個秘書還有這個司機 這個司機姓賴 賴清德的賴 就問他說 那請一下安倍首相 你待會還用到車嗎 他說沒有沒有 我不再出去了 我不會再用到車了 那你們請找回 非常謝謝你們 那司機就載了這個 秘書就回去了 結果安倍金山 沒幾分鐘他又跑下樓來 他就叫了一部計程車 然後打低 又回到了一江街 那因為馬航九是個老實人 他並沒有派人跟監他 也沒有派人說在國賓飯店門口 看有沒有人來拜訪安倍金山 沒有 馬航九是坦蕩蕩蕩的人 所以他並沒有這回事 那安倍金山在趕回去的時候 民進黨有一些要腳 他又慢慢的來了 說安倍金山 其實安倍金山已經跟他們講好 我會再回來 我要甩開馬航九的人 馬航九一定派那個秘書來監視我 小人之心 鍍金子之父 所以他又回來了 他回來的時候民進黨有一個人 大家很熟悉的叫蕭美琴 蕭美琴他是衝衝趕來 他趕來的時候跟民進黨的人 就在那邊喝酒聊天 然後安倍金山又坐計程車趕來 蕭美琴不明就裡 他看到安倍金山坐著計程車 黃包車在香港叫打滴 他看得很憤怒 馬航九太可惡了 安倍金山好歹是首相卸任 怎麼可以讓他到台灣市 沒有專屬的坐車讓他坐計程車呢 所以他第二天就在 他那時候是民進黨部分區 立法部門的民進代表 就在裡面開炮了 所以我們外交部太惡劣了 馬航九太差勁了 怎麼讓日本的首相坐計程車呢 他不曉得這是安倍金山使出一個 小人的方式來戲弄馬英九 我講這東西各位朋友 我講的東西百分之百為真 我在台灣雖然很多人稱我們這一行叫做名嘴 或者一些節目評論員新聞評論員 但是我敢講我所講的事情 每一樣都是真的 我跟其他名嘴最大的不一樣 我講的事情百分之百為真 那這樣就炸溝啦 那馬航九的社會部門的首長就出來解釋 沒有啊 我們有派車接他 那我們載他回國賓飯店 他說他不再用車他不出門啊 我們怎麼會料到 所以安倍金山的監紀 才被某些人知道 原來你還來耍這一手啊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